故事 七十八岁的大爷倾诉 人老了躺在病床上就会明白 人生守住家就够了 人老了 什么最重要 有人说是足够的养老钱 有人说是知心体贴的老伴 还有人说有和睦的家庭 王小波曾说 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中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其实呢 一个人到了晚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个家 有与你立黄昏 问你周可温的老伴 和对你真正有爱心的子女 有人会觉得 人的晚年 只要有钱 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然而 再好的护工 也没有子女的陪伴 让你心安 再好的地方 也没有家 让你心安 社区里七百七十八岁的郎大爷说 人到晚年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才明白 人生到了最后 能够守住家就足够了 有老伴的陪伴 有子女的床前尽孝 看到他们真心地对待我 这辈子就值了 青素人 七十八岁的郎大爷 世间繁华 不及家里的温暖 更让人安 更让人安心踏实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 早已退休多年 老伴比我小五岁 也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 我们有三个孩子 早已成家 大外孙明年 大外孙明年就要结婚了 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一副峡谷柔长 觉得朋友比妻儿重要 只要朋友有事相伴 都会先放下家里的活去帮别人 随着年岁的增长 逐渐明白了 深夜的酒在香 也不如老伴熬制的小米粥香 外面的繁华在迷人 也不及老伴一句回来了温暖 当我明白了 朋友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 也会有背叛你的时候 我才真正意识到 老伴是我一生的陪伴 子女是晚年最后的依靠 当我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回归家庭后 抽出时间陪伴老伴 满足老伴在生活上的小要求时 我得到的不仅仅是 夫妻间温暖的搀扶 而是此生最温情的亲情 当我把心思都用在 三个孩子身上时 我才发现子女们对我的依恋 以及他们对我的爱 此时的我 真正体会到了汪曾祺所说的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二 不离不弃的 永远是与你血脉相连的家人 记得以前 我总是把朋友间的友情放在首位 直到真正遇到事情了 我才真正明白 男人的成功是有个温暖的家 温柔的老伴和孝心爆满的子女 而不是外人嘴里所谓的好儿子 好大哥 我们这代人啥都赶上了 企业的大踏步前进 后来的改制 下岗 以及买断在就业 当年 我们单位要求夫妻双方 只能留一个人 我就让老伴留下了 我去找活干 我去建筑工地打过灵工 也去登过三轮 还跟着包工队去外地干活 即使这样 老伴对我也是不离不弃 家人对我也是各种的帮助 后来 我去一个以前很要好的朋友那里干活 谁知 竟然是拿我不当人的使唤 出最大的力 给最少的工资 还说这是 看在曾经是朋友的份上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人没钱不如鬼 汤没盐不如水 我慢慢发现 原来自己曾经的一颗好心 永远比不上 别人一张能言会道的好嘴 人生 不论到什么时候 都要把妻儿放在首位 所谓的朋友 不过是成年人的利益交换 唯有家人才是我们此时 最可依赖的感情寄托 家人之间的和颜悦色 让每个人都精神饱满 心灵愉悦 这样的家庭氛围 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晚年病倒在床上 更加需要 也更加期待 三 晚年的一场病 就知道了家的重要 明白了 家人的可贵 那年我突发疾病住院 家里没钱垫付住院费 老伴只能跟亲人们借 可我那几个手足平时 都没有少帮助过他们 可在这个时候 都怕老伴借钱后 还不起 要不借一点 要不直接说没有 最后 还是我三个孩子 借的钱给我住院治疗 他们三个人轮流在医院里 陪护着我 老伴在家忙碌着 给我和孩子们做饭 一家人的努力 我很快就恢复好了 我知道那个时候 让谁一下子 借一万两万都不容易 但我还是反省了自己 再也不想以前那样 想当然把自己挣的钱 资助给别人了 我要多为自己和老伴 以及子女们考虑 人啊 不论到什么时候 还是身边的老伴 对你最亲 自己的子女 最放不下你 要把自己的家守住 就能够安度余生 后来 帮扶三个子女家带娃 我都是支持老伴的 我就主打后勤 让老伴安心地 把孙辈人带好 剩下的就是我来做 在子女们有困难的时候 也会深把守主动资助 家 永远是一个人行走 社会最坚实的依靠 只要有家在 人生永远不会慌张无措 只要有家人在 生命永远有温度 写在最后 很喜欢人世间里的 这句台词 人这一辈子 真正在意的 同时又在意你的人 就那么几个 这几个人 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人生是一场修行 见到的人越多 就会发现 大多数人都是过客而已 不会与我们有太多交集 真正和我们缘分比较深的 只有家人 他们才是我们的世界 人到晚年 期待的是家人相聚 老伴陪伴 子女常回家看看 若没了这个家 老人的内心 是落寞孤寂的 看着别人家 热热闹闹的场景 最伤心的 是曾经的失去 人生能够守护好家庭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有意义 生活才有滋味 善待好生养我们的父母 扶养好我们的子女 此生 无憾了 故事 78岁老人 生活不能自理时 宁愿高薪顾保姆 也不去养老院遭罪 老年人依靠自己养老 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够少花一些钱 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老年人如果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就只能花钱购买养老服务 这样不仅会增加经济负担 还很可能因为服务的不到位 给自己增加很多的烦恼 78岁的吴奶奶 她曾经就雇住家保姆养老 和去养老院养老 这两种方式做过权衡 后来通过事实验证 她最终选择了雇住家保姆养老的方式 认为雇住家保姆养老 远比去养老院养老更加舒适 吴奶奶 我今年78岁 是一位丧偶老人 早在20年前 我的老伴就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了这个世界 留下我一个人苦熬着日子 我有一个女儿 女儿出嫁后就整日为了生计奔忙 女儿有一个啃老的儿子 儿子整日游手好闲地不愿意工作 他只要缺钱花 就会向女儿伸手 女儿不给她 她就在家里砸东西 最后女儿只能妥协 女婿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她挣钱不多 还特别喜欢喝酒 她一喝酒就醉 一醉就要打人 女婿打不过儿子 就只能冲着女儿下手 女儿每次挨了打就只能忍着 因为没有人会帮她 就连儿子都懒得管她 我虽然心疼女儿 但是却无能为力 我既打不过女婿 也打不过孙子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女儿受苦 我不仅帮不上忙 还得提防女婿和孙子 以免自己的养老钱被他们攫取 哪怕我有退休金和积蓄 也不能将自己的养老钱 拿去填补这个无底洞 我劝过女儿很多次 让她和女婿离婚 离开那个毫无指望的家庭 可她就是不听话 非要死死地守着那个破家 实在是让我感到无语 既然女儿不听话 我就只能选择放弃她 一心一意地保护好自己 我平时从来不和女婿和孙子来往 就是担心 他们将贪婪的手伸向我 将我的养老钱耗尽 既然我指望不上女儿 就只能依靠自己尽量多地存钱 这样才能够在自己老得不能动时 花钱购买养老服务 才能够让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至于太遭罪 五年前 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总是感到浑身无气 稍微走动 一会儿就气喘吁吁 我知道已经到了花钱 购买养老服务的时候 对此我并不担心 因为我有钱 多年来我已经存下了五十多万 足够过一个舒适的晚年 我给自己雇了一个住家保姆 保姆姓刘 是一个性格 大大咧咧的女人 她做启示来也像她的性格那样粗犷 不仅毫无章法 还总是弄坏我的东西 她在我家里仅仅做了三个月的保姆 就摔碎了我十多个碗碟 还将我的电视遥控器弄坏 让我特别心疼 她做的饭菜也不好吃 每次吃她做的饭菜都会让我胃如嚼辣 她照顾我特别粗心 稍微糊弄一下就坐到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一看就是大半天 我觉得自己花了钱 还没享受到好的服务 一气之下就把她给辞了 辞掉了保姆 我就去了养老院 养老院每个月四千块钱的费用 和我雇保姆的费用差不多 以前我总是听人家说 在养老院里过得很不好 去了之后才知道确实真的不好 养老院里老人那么多 护理员却只有寥寥几个人 他们忙起来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将所有老人全部照顾周到 特别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住在里面确实很遭罪 我虽然行动不太方便 但起码能够自己上洗手间 能够自己吃饭 那些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他们在大小便之后 就只能被动地等待护理员来收拾 护理员忙的时候 他们就只能长时间地泡在乌雾里 想想就令人恐怖 像我这样 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 倒是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可养老院里一到晚上就没有热水 着实让我受不了 我住进养老院的时候正值盛夏 和我同住的老人有风湿病 所以不让我开空调 我每天都热得汗流加倍 就要不断地冲凉 养老院里白天还好 热水会不间断地供应 可那里一到晚上七点钟 就不再供应热水 满身大汗的我不能冲凉 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根本没办法入睡 每天晚上我都要熬到天气发白 才算是有了些许的困意 能够睡上那么一小会儿 我刚刚睡着 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 为了不饿肚子 我只好睡眼惺忪地去吃早饭 这样的日子 我熬了一天又一天 直到熬到天气凉爽 我才算是苦尽甘来 在养老院里看病非常不方便 养老院里虽然有专门的医务室 收费却比外面贵出了许多 所以一般的小病 我从来不去医务室 自己能挺就挺过去了 那里的医务室 只能看一些简单的小毛病 如果病情严重 就要去外面的医院看病 如果要去外面的医院看病 必须由儿女过来接 否则养老院就不会放人 特别麻烦 幸好我在养老院里 没有得过严重的病 否则我就得联系女儿来接 我可不愿意联系女儿 不想看到她那倒霉的样子 只要是没有必要 我就从来不会联系女儿 在养老院里 我每天都生活在里面的小天地里 在那里听不到外面的新鲜事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我感觉自己的思维都僵化了 再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事情 是我居然在午餐的小白菜里面 看到了一只大青虫 它肥肥胖胖地躺在我的碗里 令我作呕 我再也咽不下一粒饭粒 赶紧去洗手间里狂吐 自从我在小白菜里看到大青虫之后 就对养老院的伙食 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我再也吃不下那里的饭菜 加上确实不适应集体生活 就只好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回到家里 我痛定思痛之后 决心加大血本 给自己雇一个金牌保姆 如果雇一般的保姆 每个月只需要四千块钱 而雇金牌保姆 每个月则需要六千 我每月退休金有五千块钱 雇金牌保姆的缺口 只有一千块钱 在我经济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 为了让自己不再遭罪 我就痛下决心 花六千块钱 雇了一个金牌保姆 自从我花六千块钱 雇了金牌保姆之后 日子终于苦尽甘来 金牌保姆的服务 确实和一般的保姆不一样 她能够贴心地为我所想 做我希望做的事情 金牌保姆了解到 我浑身酸痛之后 她只要有时间 就会端来热水 给我泡脚 泡脚的时候 她就站在我的身后 帮我捏头部 合上半个身体 你还别说 经过她的一番操作 我身体的酸痛 就再也没发生过 虽然为了雇金牌保姆 我每月多花了两千块钱 但我觉得这个钱花得特别值 我觉得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 辛苦打拼 到了晚年 就应该让自己享受最好的 让自己生活舒适 才对得起辛苦了 大半辈子的自己 经过顾保姆养老 和入住养老院养老的比较之后 我认为顾保姆养老的形式 最适合老年人 因为顾保姆照顾自己 就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养老 就不需要去养老院 和众多不熟悉的人待在一起 还要被养老院的各种 规章制度约束 一点都不自由 我情愿多花一些钱 雇一个负责任的金牌保姆 也不愿意为了省钱 去养老院养老 或者雇一个便宜的 住家保姆照顾自己 我认为人到晚年 只要能够让自己少遭罪 哪怕花更多的钱 给自己购买 更加周到的养老服务 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 接触于 入住养老院养老 和雇保姆养老 两者之间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和弊端 养老院的优点是收费相对低廉 有各种价位供老年人选择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 选择和自己匹配的养老院 入住养老院的弊端 在于老年人需要适应集体生活 需要遵守养老院里面低规章制度 需要按时作息 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老年人回家需要儿女来院里办手续 特别不方便 雇住家保姆养老的方式 开销比入住养老院要高 雇住家保姆养老 不仅需要支付保姆的工资 还得承担保姆的生活费用 如果老人家里的日子 过得太辛苦 根本留不住保姆 保姆会选择经济条件 更好的雇住 让自己吃得好一点 住得好一点 雇住家保姆养老 相比入住养老院养老 老年人自由的程度更高 身心的体验更好 老年人在自己家里养老 不仅心里会更放松 还能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 定制个性化的服务 这是入住养老院 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 所以 从舒适程度上面来说 雇住家保姆养老 更加人性化 更加适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故事 六十八岁大爷坦言 在找老伴的这几点要求太过了 不如请保姆省心省钱 有伴的晚年是幸福的 没伴的晚年却是孤苦的 人到晚年的时候 不是身体不好最惨 也不是手里没钱的无奈 而是身边没伴 最让老人的精神失落 人到晚年 子女各自成家 忙碌着自己的小日子 老人却是日渐衰老 若身边再没有老伴的相陪 那么一个人的日子过起来 没姿没味时 就会想着再找个老伴 搭伙过日子 或者领证再婚 也很好 然而 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残酷 人到晚年再找老伴 不仅会遇到子女的不理解 还会被身边人劝说是自寻烦恼 甚至到了相亲时 因为积蓄不多 工资不高 被对方嘲笑 很多单身老人的想法很简单 他们认为 两个单身老人 没有生存的压力 子女成家 在一起 相伴着过余生的日子 既让子女省心 又能够有人陪着唠嗑 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可是 真实的现实却是 本来以为简单的事情 却因人心的复杂 提出各种要求 总以年轻几岁为理由 要求对方不仅付出金钱 甚至还要留下房子和存款 可又不能给予老人 更多的精神寄托 还要求分房分床而睡 连夜里的一杯水 都懒得递过来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社区里68岁的赵大爷坦言 人越老反而越现实 在找老伴 搭伙过日子幸福得太少了 大多数不会长久 且男友幸福可言 原因非常简单 彼此需求不一样 在找老伴的这几点要求 实在太过分 不如请保姆省心省钱 青素人 68岁的赵大爷 我是赵大爷 今年68岁了 退休八年 如今的退休金 每月有五千块钱左右 独生女儿早已成家生娃 因为帮不上女儿傻忙 每月我会给女儿转一千五百块钱 作为当老爷的心意 老伴走了有八年了 最初的时候 我也曾想过再找老伴领证结婚 后来 接触了好几个单身老年女性后 我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如今我的身体一个人独居还算可以 孤独寂寞 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若只为了有个人陪伴着再找个伴 有时候也不一定真的如想象的那般好 我认真仔细地捋了一下 我相亲过的女性提出的要求 我认为单身老人之所以很多人最终放弃再找老伴的意愿 不过是因为满足不了女性的这几个要求 一 要求每月给零花钱 首先就是单身老年女性要零花钱的事情 我接受不了 觉得她们太过分了 都是退休人员 彼此手里或多或少都有工资 男人出了全部的生活费后 女人还要每月按时给零花钱 这跟请个终点宫有区别吗 这零花钱是对女人的打赏 还是红包奖励 再就是要零花钱 情感就变味道了 女性说在家做饭次数多 家务活干得多 那么我们男人陪伴女人的精神要不要 也算一笔账呢 男人陪伴女人的时候 需不需要也按时收费呢 再说 现在的男人 有几个不会做饭 打理生活的呀 我们这拨人会做饭的男人很多 我就爱做饭 只是对于收拾不那么在行 但这几年的锻炼 也慢慢地摸索 出门到了 所以说 在找老伴搭伙时 女方提出给零花钱 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也是对我们男人没感情的具体体现 二 要求给彩礼其次是 有些年轻些的单身女性 以年岁相差大要求给彩礼 还说 这是男人给她们的一个保障 要说 给个几千 上万块钱的见面礼 我觉得 也说得过去 但有些女人 一要就是十万块钱以上 还说 有了这个保障 就可以安心地照顾男人了 我觉得 我自己有那么多钱给你 不如踏实地请个保姆 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最起码 不用看你的脸色 保姆还会听从 我的吩咐做事 我的好几个老伙计 因为觉得找了个岁数小的搭伙老伴 就按照女方的要求 给了彩礼钱 最少的 也给了八万八 结果他们最初 还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不到半年 就改变了嘴脸 不是女人的子女 一家子过来吃喝 就是女人 在饭菜上偷工减料 然后偷着把钱 给了自己的孩子 海美其名曰地说 为了让男人 享受到天伦之乐 其实 不过是女人 把我们男人当冤大头 养着女人 一个人还不够 还要养着女人子女一家子 三 要求给财产的百分之三十 房子最好能加明 第三就是 有些年岁小的单身女人 以为自己是十八的姑娘 不仅要求房子加明 还要提前做财产公证 让男人把婚前的存款 给他转过去百分之三十 这个比要彩礼的更狠 年轻人结婚的彩礼 也就十来万 婚房首付款 谁曾想 都到了这把岁数了 还要捞一把大的 像那些有钱的老头 谁手里没有个百八十万的积蓄 百分之三十给了女人 连个水花都没有看见 还要失去半套房 这不是跟子女之间拉仇恨吗 等到男人真正需要女人照顾的时候 他们又会用年岁大了 伺候不了为借口 让子女把自己接走 结果就是 男人不仅失去了固定资产 还要平白无故地送出那么多金钱 女人总把男人当傻子 一样看待 能够提出这种要求的女人 不要也罢 真的在一起了 整天算计你 还不够你烦的 四 要求分床分房睡 最后是最奇葩的要求 谁找老伴 不是为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 身边有个人陪伴着自己 闲着烙会磕 女人居然会提出搭伙在一起时 不习惯身边有男人 一定要分房分床睡 这不是扯吗 分房分床睡 要女人干啥 只为钱多人傻呀 真的想不明白 提这个要求的女人 还出来找什么搭伙老伴呢 目的不会就是为了挣钱吧 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单身老年人 在找搭伙老伴 没有感情的赤裸裸的提要求的 大多数都过不好 毕竟人是需要感情慰藉的 没有感情 只有算计和利用 那么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 虽然我还不算太老 但我已经想明白了 身体好时 独居生活 白天去找人玩乐 夜晚自己看看书 追追剧 跟外孙视频 早点睡觉 给自己培养些爱好 早点喜欢的事情做 人就不会觉得 孤寂落寞了 等到人到哪也去不了 就听从女儿的安排 去养老院 或者跟随女儿 怎么这都行 反正早晚有这么一天 但现在还是活好当下 享受当下 故事 七十岁老人倾诉 在儿子家里养老 仅仅住了一个多月 我就匆匆逃离 七十岁的马大爷说 他在儿子的圣邀之下 欣然同意去儿子的家里养老 谁知 他仅仅在儿子的家里 住了一个多月 就匆匆逃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听听马大爷怎么说 马大爷 我今年七十岁 老伴于去年因病去世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儿子就三贴两头地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他家里养老 儿子言辞恳切地告诉我 他已经失去了母亲 不能再失去父亲 如果我一个人住在家里 发生了什么意外 他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儿子的一席话 让我感动不已 实际上 我早就厌倦了一个人孤单度日 能够住在儿子家里 在儿子和儿媳妇的照顾下生活 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虽然我盼望着去儿子家里养老 但我仍然有顾虑 儿子成了家 家里有儿媳妇的存在 我不能只考虑自己 却不考虑儿媳妇的感受 如果因为我去儿子家里养老 导致小两口不合 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儿子得知了我的顾虑之后 笃定地告诉我 让我去他家里养老 是他们夫妻俩共同的决定 既然儿子这样说 我就再也没有心理包袱 我开心地告诉儿子 让他过几天来接我 我要将家里好好地收拾收拾 该扔的扔 该卖的卖 然后把房子租出去 反正空着也是浪费 儿子叮嘱我 让我不要太累了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 我睡了一个美美的觉 我一想到 很快就能够跟儿子一家人团聚 就乐得何不拢嘴 第二天一大早 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 就赶往房屋中介所 由于我的房子地段很好 所以很快就租了出去 虽然只租了两千块钱 但我仍然很开心 如果不是儿子 邀请我去他的家里住 我根本不可能赚到这笔租金 所以这两千元钱 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白捡的一样 回到家里 我将那些再也用不着的杂物 全都拉到了废品收购站 我原本以为这么多的东西 至少可以卖几百块钱 可是老板却说 那些东西根本没有回收价值 他一件都不要 我好说胆说 软磨硬泡地说了老半天 老板才不情不愿地给了我五十块钱 将那些东西留下 虽然钱不多 但大小是笔收入 我的心里仍然乐开了花 我拿着五十块钱 去买了一瓶白酒 又买了一只烤鸭 乐颠颠地回到家里 我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喝着白酒 吃着烤鸭 感觉心里美滋滋的 第二天 儿子就开着车子 将我接到了他的家里 当儿子打开门的那一刹那 我看到儿媳妇 正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欢迎我回家 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 我这辈子都未曾想到 我的晚年 居然还能有这样的高光时刻 能够在儿子和儿媳妇的照顾下 开心地移养天年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幸福 儿子和儿媳妇对我特别好 他们什么都不用我做 儿媳妇做好了饭 还总是热情地将饭碗 端到我的手上 让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我原本以为小两口是真心对我好 希望我在他们家里 幸福地安度晚年 可是自从我有一次 无意中听到了小两口 在卧室里的窃窃私语 就彻底明白了他们的司马昭之心 那天是周末 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家休息 我见外面天气晴朗 就出门去公园里转了一圈 当我回家的时候 见卧室的房门紧闭 我以为小两口在睡午觉 于是就轻手轻脚地进了门 这时候 我却听到了儿媳妇 跟儿子吵架的声音 她大声地骂儿子是蠢货 八心八干地将我接回家 好生地伺候着 谁知我却那么地抠 享受着她的服务 却一分钱都不掏 害得她每天都累得要死 却一分钱都没赚到 儿子明显是气管炎 虽然儿媳妇恶狠狠地骂她 她也不敢反驳 她只是不断地解释着 说她也没想到我会那么抠 她原本以为将我接回家 我一高兴 肯定会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钱 谁知我却一分钱都不往外掏 让她彻底失了算 我听到儿媳妇给儿子出主意 让她以后经常在我面前哭穷 我心疼儿子 肯定会给他们拿钱 儿子连连称诗 赞扬儿媳妇聪明 说这个办法挺好 听到这里 我彻底明白了小两口的司马昭之心 原来儿子巴巴地将我接回家里 根本不是为了尽孝心 而是冲着我的钱财而来 我一思量 我得赶紧走 我担心自己再继续住下去 就会被这两个不孝子 榨干了油水 既然他俩如此不孝 我必须看好自己的钱财 我当即敲响了儿子的房门 对儿子斩钉截铁地说道 马上送我回家 我严肃地神情 让小两口意识到 他们说的话 全都被我听见 儿媳妇不仅不羞愧 他还向我发难 爸 你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一分钱没掏 天天都白吃白住的 还享受着我的服务 你好意思就这样走吗 我看着儿媳妇 对他说道 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 别弯弯绕绕地让我猜 我老了 猜不透你们年轻人的心思 而媳妇毫不客气地说道 爸 你知不知道 你每天吃着的大鱼大肉 全都是我们借钱买的 我压抑地问 你们不是有工资吗 为何连买菜的钱都要借 而媳妇斜斜地贴了我一眼 爸 你是真糊涂 还是装糊涂 家里多了一个人 伙食费肯定要增加的呀 我们的收入就那么多 哪里供得起你这样 大鱼大肉的吃呢 我知道 儿媳妇这样说 就是明摆着 让我交吃饭的钱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打算让我交多少吃饭钱 儿媳妇毫不犹豫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头 五千块 儿媳妇居然如此地狮子大开口 让我大吃一惊 我反驳道 即使我天天吃山珍海味 也吃不了五千块钱吧 儿媳妇理直气壮地说道 现在的市场行情 雇一个保姆 至少都要五千块钱起步 你交给我五千块钱 可是一点都不多 何况 里面还包括了你吃饭的钱 儿媳妇如此地资珠必较 让我心寒 我不打算再继续跟他掰扯 回到自己的卧室 拿出五千块钱 交到儿媳妇的手里 随即 我对着儿子大喝一声 送我回家 儿子见我发了火 他还不乐意了 他大声地嚷嚷着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爹 别人家的父母 都大把大把地给儿女砸钱 只有你 将那点钱看得死死的 生怕我们花了你的钱 我气得血纸往头上冲 大声骂道 我辛辛苦苦地将你抚养长大 你没说好好地孝敬我 反而黑心烂杆地算计我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说完 我就收拾好行李 拖着两个行李箱 离开了儿子的家 儿子和儿媳妇冷冷地看着我离开 没有一个人挽留我 让我痛彻心扉 我一个人走在凄冷的街头 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我的房子租出去了 自然不能回家 我只能找了一家酒店 开了一间房 在酒店里对付着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 我就将自己的房子收了回来 尽管因为我提前收回房子 付了大笔的违约金 我也绝不后悔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将自己的房子租出去 因为只有自己的家 才是最温暖的港湾 自从我离开儿子家之后 儿子和儿媳妇从未联系过我 每每想起我曾经在儿子家住的那段日子 都会让我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若不是儿子和儿媳妇 那么迫不及待地找我要钱 我绝不可能如此决绝地离开 在小两口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肯定会慷慨解囊 帮助他们脱离困境 儿子和儿媳妇表现得太过功利 让我对他们大失所望 我早就想好了 如果儿子和儿媳妇再也不联系我 我就去养老院里养老 我会拿出一部分钱财交给哲儿 让哲儿时不时地去养老院里看看我 我相信即使没有儿子的照顾 我仍然能够安排好自己的养老生活 既然儿子对我只有唯利是图 那么这样的不孝子不要也罢 接触于 马大爷认为 他将儿子抚养长大 儿子理应无常地给他养老 如果儿子找他要钱 就是不孝地表现 对他没有丝毫的父子之情 马大爷的儿子认为 既然他对马大爷那么好 马大爷就理应在金钱上予以回报 反正马大爷老了 留着钱也没多大用处 还不如把钱拿出来 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 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为什么女人退休以后 会着急找老伴 一位六十八岁再婚的大爷说出实情 为什么女人退休以后 会着急找老伴 六十八岁的吴大伯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出了实情 吴大伯 我今年六十八岁 老伴在八年前因病去世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我的日子就过得一团糟 老伴是一个贤惠的女人 她在世的时候将我照顾得太好 导致我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 连一碗面条都煮不好 女儿见我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于是就将我接到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在女儿家里 我倒是不需要为吃饭的问题发愁 可是每当女婿用嫌恶的眼神看着我时 都会让我有如芒在背之感 女儿知道女婿和我不对付 她总是好心好意地劝我 让我安心住着 不要管女婿什么态度 可是我天天和女婿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哪里能够不在意她的态度呢 如果我和女婿的关系闹得太僵 就会影响女儿和女婿之间的夫妻感情 所以我总是勉强自己主动跟女婿说话 虽然女婿仍然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但起码我俩的关系不至于闹得太僵 我在女儿家里勉强住了三个月 就吵死吵活地要回自己家 自从有了在女儿家里生活的经历之后 我就深深地体会到 紧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这句话的由来 女儿见我趋意已绝 只好无奈地将我送回自己家 她在临走之前 不放心地叮嘱我 如果我在自己家里过得不如意了 随时可以都可以去她家 我嘴上答应着 心里却否定了她的说法 我下定决心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自己家 因为我只有住在自己的家里 才无需看任何人的冷眼 才能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回到家里没多久 我就开始张洛奇找二婚老伴的事情 我厌倦了自己洗衣服 做饭 再也不想吃自己做的那些难吃的猪食 我希望找到一个做饭好吃 干家务情快的二婚老伴 让我重温家庭的温馨 我每个月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身体也相当不错 还有三室两厅的大房子 这样的个人条件 我认为找个二婚老伴应该不难 果不其然 当我将自己要找二婚老伴的消息 放出去之后 约我相亲见面的单身女性 就一个接着一个 让我应接不暇 我相亲的第一个对象姓陈 她比我小十岁 今年五十八岁 长得非常好看 当我得知她 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之后 心里就乐开了花 我早就听说了 有很多的单身女性 她们之所以要再婚 就是想利用再婚对象 给自己的儿子买房 既然陈阿姨 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 那么就不存在买房的问题 我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陈阿姨和我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直白地告诉我 她已经相中我了 如果我没意见 我俩就早一点把婚事给办了 我没想到自己老了老了 居然被比我小十岁的女人看重 还主动向我表白 让我特别地惊喜 这样的好事 我哪里有拒绝之理 我当即就告诉陈阿姨 说我巴布地马上将她娶回家 陈阿姨告诉我 她没有自己的房子 如果我俩结婚之后 她必须住到我的房子里 对此 我没有任何意见 在我的心目中 只要房子的产权在我名下 这事儿就能行 可是 当陈阿姨进一步提出 让我将房产证加上她的名字 并且给她二十万元的彩礼之后 我犹豫了 我一想到自己比她大十岁 就觉得加明这事儿不靠谱 我大概率会比她先走 一旦我没了 她还活着 我的房子很难收回 儿子的利益就会受损 并且 我也不想给她二十万元的彩礼钱 她又不是黄花大闺女 凭什么要那么多的钱 我毫不犹豫地跟陈阿姨分手 继续寻找下一任 和我相亲的第二位单身女性姓李 她虽然没有陈阿姨年轻漂亮 但她做了很多年的家政 做饭特别好吃 自从我吃了李阿姨做的饭菜之后 就发誓要将她娶回家 我这人物时 不太看重女人的长相 只看重女人是否能干 愿不愿意照顾我 当我问李阿姨 如果我俩一起过日子 她愿不愿意给我洗衣服做饭的时候 李阿姨爽快地告诉我 说她非常愿意照顾我 做家务是她的强项 没什么难的 李阿姨的回答 让我喜出望外 认定她 就是我要找的女人 但是 李阿姨接着说出来的一番话 让我顿时心灰意冷 她让我每个月给她三千元的工资 说这已经是给了我打折的价位 以前 她在雇主家里做家政的时候 工资都是六千元起步 我问李阿姨 既然你做家政的工资那么高 为什么不继续做你的老本行呢 李阿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说她老了 经历不济 家政的工资再高 她也挣不动了 李阿姨的回答 让我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 她是在我这里 二次就业来了 她和我再婚的目的 不过是想要住着我的房 拿着我给的工资 在我家里养老罢了 我认为李阿姨再婚的动机不纯 于是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和李阿姨分手后 我又接二连三地相亲了很多次 可是 每一位和我相亲的女性 她们无一例外地 对我提出了物质上的要求 让我特别失望 我发现 那些年纪大的单身女性 她们找老伴的目的 无非就是 希望通过再婚婚姻 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希望在二婚老伴那里 捞到更多的钱财而已 自从我有了多次相亲经历之后 就对找二婚老伴这件事 彻底失去了兴趣 我一想到 在婚需要花那么多的钱 就觉得不值 我才不想 娶一个找我要钱的女人回家 我宁愿吃自己做的猪食 也绝不会让女人占我一分钱便宜 故事 七十岁大爷 多年后再遇女神 依然充满怜惜 搭伙相伴多年贵在珍城 人世间里 郝东梅在周炳毅胃癌过世后 遇到了曾经在大学里 爱慕她的男人 如今定居国外 身价千万的大学校友 郝东梅在再婚老伴的 精心呵护下 逐渐走出了 失去周炳毅的伤心 她和周炳毅没有孩子 在她临终前 让郝东梅一定要再找个伴 这样她才能安心地离开 这是书本里老年人 美好的黄昏恋结局 然而 现实生活里 也的确有这样的事情 社区里七十岁的娶大爷 退休后参加老年大学 相遇年轻时心中的女神 当得知女神 如今也是孤家寡人时 娶大爷那颗沉寂多年的心 又有了青春的萌动 她重新开始追求心中的女神 六十六岁的梅阿姨 娶大爷的原配老伴走了十多年 他们的独生女儿 也早已嫁人生子 娶大爷本不想再找了 她觉得生活里的大妈 大多数在意的是物质要求 而非精神和感情的陪伴 老伴走的第二年 单位里就有好心人 给娶大爷介绍对象 可经历一段时间的接触后 娶大爷感觉不好 心中还是觉得不如意 这样一晃到了女儿出嫁 她自己也退休闲赴在家了 慢慢余生 需要一份心灵的寄托 她就给自己报了老年的书法班 也跟随太极养生馆里的名师 学练太极拳 娶大爷觉得人不论到什么时候 都需要一份精神的依托 心灵的相伴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才能够独自抵御 漫漫余生里的孤寂 娶大爷退休后 也有主动跟她是好的大妈 可娶大爷的内心里 始终住着那个 在校园里微笑着 帮她扶起自行车的女孩子 顺滑的长发 大大的眼眸 甜甜的声音 一句你没事吧 顺手帮她扶起自行车 看着她在害羞又紧张的状态下 匆忙逃走 在后来 去大爷才发现这个 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学妹 原来有护花使者的 记住了心中女神的模样 也记住了女神的名字 今年回眸的深处 那个曾经长发飘飘的女孩子 如今也是有了白发 眼角也垂落了许多 但眼眸里的清秀 依然如从前般地让她迷恋 那是第一次去老年大学上课的时候 去大爷在低头书写的时候 听到身后有个女人说话 那声音怎么那般熟悉 她不经意回头看了看 也就是这一言 她感谢上苍对她的眷顾 也感谢命运的垂帘 让她多年后再遇心中的女神 岁月沧桑 容颜改变 但那份独鼠的气质和声音 却是一点都没有变 娶大爷的手都经不住发抖 这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 当时娶大爷想 即使做不了夫妻 也要做一对老年的知心知己 好事多磨 几经辗转 娶大爷知道了女神梅阿姨 如今也是单身老人 而且梅阿姨身边也有好几个老头献殷勤 竞争对手还是不少的 娶大爷先跟梅阿姨说起了当年大学里的事情 还半开玩笑地跟梅阿姨说出自己当年的心境 她说自己看到梅阿姨身边帅气的男生时非常自卑 觉得那才是梅阿姨的良配 只是没有想到会在多年后的老年时光里重逢 一如白洛梅说的那句话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曲大爷主动跟梅阿姨要了微信和联系方式 两个人经常以老孝友的名义相聚 畅聊人生里的苦乐年华 梅阿姨的老伴因公殉职 儿子如今在国外定居 梅阿姨现在居住的社区跟曲大爷的社区 只有几占地的距离 曲大爷有车 每天都会跟梅阿姨相约好了 一起开车去太极馆学练太极拳 然后再去老年大学学练书法 曲大爷第一次带梅阿姨回自己家的时候 是提前让宝杰给自己的家做了一次大扫除 还特意从网络里买了鲜花 家里收拾的温馨又温暖 梅阿姨也买了好茶 带着自己的心意 她送给曲大爷一支上好的剑斩 希望曲大爷在运动后的悠闲礼 能够静下来喝杯茶 曲大爷给梅阿姨展现了自己的厨艺 他们一起用晚餐后 梅阿姨在曲大爷家 亲自为她泡了一壶陈皮老白茶 两个人在时光里追忆曾经的青春年华 感慨人生一路的繁华落寞 也畅想一番对余生的憧憬 曲大爷情不自禁地拉着梅阿姨的手说 你的前半生我没有机会参与 我愿意在后半程呵护你 余生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牵手走过 梅阿姨的内心还是欢喜的 但她是个有内涵优雅的女人 她跟曲大爷说 人到老年更需要陪伴 需要感情的滋润 但我们如今身不由己 需要跟各自的孩子说一下 得到他们的祝福 我们才能踏实安心地相伴相陪 曲大爷和梅阿姨分别跟自己的孩子 商量了一下他们的事情 曲大爷的女儿完全同意 还跟她说不用考虑什么金钱和房产的事情 只要他们之间是真心真诚的就好 梅阿姨的儿子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领证再婚 在一起相伴余生 她也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内心不希望有个法律上的后爸而已 梅阿姨和曲大爷相聚后 说了彼此孩子的要求 曲大爷跟梅阿姨说 即使不领证再婚 我也会按照结婚的讲究 将你娶进我的家 曲大爷还是给梅阿姨买了三金盒 其他首饰衣服 还给梅阿姨存了一笔所谓的养老钱 说是老年人的彩礼 曲大爷对梅阿姨说 虽然跟现在年轻人没法比 但我也尽力表达了我的诚意 我只想我们在有限的余生里 快乐地相伴相陪 幸福地走过余生的路程 梅阿姨也送给了曲大爷一份礼物 那就是她亲手为曲大爷编织的毛衣 外加一份豪华油的报名卡 曲大爷和梅阿姨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搭伙相伴的余生生活 曲大爷负责家庭里买菜做饭 收拾厨房 梅阿姨负责家里的卫生和衣服的清洗熨烫 平时的活得和学练书法太急 都是一起去一起回 两个人的恩爱让身边的人羡慕 也让很多老头感慨 不论什么时候 在一起一定要为了感情 而不是物质 有人说曲大爷和梅阿姨都是有经济条件的人 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表象 而真正让他们过好日子的 是他们彼此怜惜 真爱对方的心 付出是彼此的 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唯有彼此都真诚坦诚的付出 不论贫富 都能够有真爱和真情 人到老年 在找老伴 一定要把感情和彼此包容放在首位 只为内心某点利益而结合的 最终也会过得一地鸡毛 伤心分离 伤心分离